生孩子是女人一生中最重要最幸福的时刻 也往往是最危险最脆弱的时候 尤其是生产前后发生危险去转到ICU治疗的孕产妇 更是需要来自家人尤其是丈夫的关爱与鼓励 为了让爱的力量充分放大 湖北省富佑保健院成人ICU病房 鼓励丈夫给ICU类的妻子写信 12月11日 记者在湖北省富佑保健院成人ICU病房 见到了正在给妻子写信的夏月 夏月告诉记者 妻子破妇产生下女儿时自己在厦门出差 赶回武汉时 妻子因为场后发烧已经住进了ICU 夏月说文字是很好的表达方式 可以把一些平时修语表达的话语写出来 我一直觉得文字是一种很好的表达方式 因为有些东西的话 你可能当时心情比较激动 你表达不出来 但是如果通过写信的话 文字的表达方式 就是说会能够表达得更好一些 听着丈夫读完信 夏月的妻子王娜哭了 王娜表示 收到丈夫的信件很意外也很感动 在一起久了 许多话彼此都羞于表达 信件无疑增加了彼此的感情 王娜说 打算把这封信保存起来 以后给女儿看 我觉得很感动 可能直接说什么我爱你啊 什么什么之类的 有的时候 两个人在一起久了之后 他就说不出来 我觉得可以增加彼此之间的感情 挺好的 湖北省富佑保健院成人ICU主任甘全表示 情绪对患者而言非常重要 尤其是进入ICU的重症产妇 他们刚生产完就与孩子和家人分别 有些人甚至失去了自己的孩子 情绪波动比一般重症患者更加厉害 2017年年底 甘全想到了写信这种温暖的方式 给孕产妇惊喜 让孕产妇们体会到特别的情感关怀 很多写了信的一些人 我们发现 他不管是他老婆的情绪 还是他们之间的夫妻关系 还是整个疾病的转归 还是包括他们后续的 他们一些家庭的活动 其实都是收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反馈 看到这些信件以后 基本上他们情绪上有很大的舒缓 甘全称 实施近一年来 已有300多封信 顺利传达到产妇们手中 一张张自理行间 充满感情与责任的心肩 不仅温暖了妻子的心 也让治疗变得更加顺利 甘全说 这300多封写往ICU的情书 不仅让重症产妇感受到了温暖与力量 也让医护人员感受到了责任与使命 竭尽全力医治每一名危重产妇 不辜负任何一份信任 帮助他们早日回到丈夫与宝宝身边 回到幸福温暖的家庭 就是大家做一个事情 如果有一个好的心情 那么他做事情就有一个事半功倍的一个效果 所以我们就想让妈妈踏入我们ICU 第一步开始就能够感受到我们这种 对他们人文方面的一种关怀